同樣呢 也跟學生權益有關的 還有明年繼續擴大辦理的免試入學 明年北北基三縣市的免試入學 將由新北市來主導 而在家自學的孩子要免試的話 必須採集在校成績 不過已經引起了在家自學的孩子 跟家長的不滿 他們說自己在家學習 沒有參加過學校的定期評量 怎麼會有所謂的在校成績 下午時分 張田馨和其他孩子專程 到台大醫學院看展覽 瞭解台灣醫學發展 這不是學校的校外教學 而是在家自學的家庭 自己安排的課程 我們也是有一些教材在做 然後我們也會有自己的進度 然後假如像進度趕不上的話 我們也會把比較多的時間挪過來用 雖然在家自學 田馨明年就得面臨 國中升高中的關卡 如果是去年和今年 他們可以參加 台北市免試的北新計畫 以外加方式計入高中值 但明年北新取消了 只剩北北基共辦免試 他們又有在校成績才能參加 但問題是不少人根本沒有 今天突然來了這樣的一個宣布了以後 造成這些孩子原來的學習計畫 都被打斷了 只是為了一個考試制度 一個免試升學制度 那這個制度其實跟過去台北市 實施的北新計畫 是完全違背他的精神的 主導明年免試入學的 新北市教育局解釋 北北基雖然只有四十一個自學生 要進入高中值 但如果用外加名額恐有公平性爭議 而且顧及自學生權益也有配套辦法 目前我們是協調景文高中 在他的免試裡面特別針對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一個學生 如果他有這樣的一個需求的話 能夠去由景文高中這邊 來參與他的學校的一個 免試入學的一個管道 新北市教育局認為三年後十二年 國教上路完全不踩在校成績 也就沒有這些問題 但教學盟認為政策突然改變 對沒有返校參加評量的自學生 非常不公平 會再向教育部反映 介紹惠神志明 台北報導